公园里桌椅凌乱 地上满是玻璃碎片 凌晨10分就在这里引爆流血冲突 你涉嫌那个伤害罪啦 现行犯罪我们跟你逮捕啦 62岁的妙柱身上沾满了血迹不发抑郁 原来她嫌42岁的书信皆有 在公园里喝酒说话太大声 吵到了住户 她要对方别吵了 两人当场发声口角还动手扭打 结果妙柱被打爆头 她气炸了 反家拿来一把60公分长的砍刀 回到公园报仇 还好受伤的书信皆有被送医后 因为刀屑不锐利 头部伤口不深 缝合后没有生命危险 附近居民表示 她每天在这公园喝酒吵闹 喝到发酒疯 没想到妙柱出来制止 反而引爆了流血冲突 现在装心妙柱已被依法送办